我们今天这是唯一的一次是先出成品 然后我们来分享糖心蛋的方法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国然俊的美食空间 我们的动作是给你爱的人做一道爱成菜 那今天分享什么呢 也是粉丝朋友点的菜啊 糖心蛋 为什么要做糖心蛋 其实我很早以前就想做了啊 今天就是终于我们找到了可以生吃的这个鸡蛋啊 这个鸡蛋非常好 这个也是一些朋友给我推荐的啊 甚至去过恩师吗 没有 我去过恩师非常美啊 恩师呢是一个土家族自治粥 但是这个鸡蛋的这个农场呢 就是跟他挨着 也是鄂西南的叫长阳土家自治县啊 所以这个真是名副其实的土鸡蛋 这是可以生吃的啊 我试了一下 就是在家里炒 真的是有所谓的鸡蛋味啊 它的一些指标什么的 也都是权威机构检测 都没有毛病 什么沙门市女人的都没有检测出来 所以可以生吃了 那我们今天就是拿它来做我们的糖心蛋啊 然后其他的食材呢 其实也是非常简单 就是一小点姜 然后一枚八角来一点冰糖 食材就是这样 那现在我们加工啊 其实做这个糖心蛋呢 首先要有好的鸡蛋 好的鸡蛋之外 来那我们还有一个就是煮这个鸡蛋的时间 孙师这鸡蛋你也吃了 想要要 怎么办 煮也加微啊 尤其是家里有小孩啊 真的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而且非常的实惠 它这个鸡蛋来了之后 我们从这里给拿出来 我们放在煮多少个顺时 够吃 够吃 二四六 煮十个吧 马上回来啊 也等一下这个水开 然后我们用清水洗一下 这个鸡蛋我们清洗干净了啊 这个剩下鸡蛋我们一到一边 这个鸡蛋呢可以生吃啊 但是过来之后放在冰箱里储存 十天之内都是可以的啊 超过十天我们就还是煮了吃就可以了 现在这个水开了啊 煮糖心蛋呢有几个小条门啊 我们先来放点盐 这是第一个小条门啊 放盐的作用是什么 先生你知道吗 第一个是可以杀菌啊 第二个呢就是 它可以使这个蛋壳这个膜 和这个蛋清之间不是有一层膜吗 它可以让它分裂出更大的空隙 回到我们包蛋壳的时候更好包啊 常温蛋我们放在开了的水里 以前我们是不是特别怕 这个蛋一放在开心水里边 马上它就会爆 这个应该不会啊 我们试一下啊 只要这个蛋是完好的 它就不会裂开 看看是不是啊 现在我们十枚鸡蛋全部放进来 稍微的晃动一样 从现在开始计时 我们六分半钟拿出来 感觉是不是放进去没有一个是裂开的 对这就是这个鸡蛋的另外一个好处啊 六分半 我们看看是不是腾性啊 好 先生现在六分半是吧 六分半刚才看了一下 严格要按照这个时间啊 来我们现在关火 我觉得现在就是隔着这个蛋壳 就有香味出来了 来我们现在马上把它放到冰水里啊 放在冰水里是什么目的 甚至是过凉 过凉 一样啊 我们让它热胀冷作 同样 也是为了让它好包皮 就是我们在这个冰水里边 先给它浸泡十分钟 我们再包皮啊 那这个时候呢 来我们配一个汁 原来让这个糖鸡蛋切开 然后其实撒点海盐 来点胡椒粉 就可以吃了啊 那我们来一个汁 我们让它更美味 姜来去切几枚姜片 这样就可以了 来我们把它来放在锅里边 来这个时候我们水 来我现在这是600毫升啊 开火 600毫升的水 这有一枚八角 这洗干净了 我们也给它放进来 这是冰糖 来也给它放进来 再等这个冰糖化的同时呢 来我们放一点生抽啊 就是我们要给它加这个味道 做糖鸡蛋的这个汁呢 就是有很多种啊 有日式的有中式的 甚至有台式的 这个是哎 我自己琢磨了一个 确实叫什么是 俊式 胡式 全都行啊 不重要 我们加这个酱油呢 大概四勺来五勺左右吧 来这是薄盐生抽啊 糖鸡蛋呢 其实最好呢 还是要有一点就是表皮的颜色 加一点点生抽啊 这个生抽一点就够 不要太多 同时呢 我们可以加一点米酒 其实或者是花椒酒 全都可以啊 广东米酒也行啊 但是不要加料酒啊 加完料酒 我老觉得就容易发酸 来 米酒 来一茶匙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先尝一下它的这个味道 尝一下咸蛋 原则上呢 就是这个咸蛋呢 就是不要太咸 但是一定要比正常 我们就是调味要咸一点 原则上 其实我们这个就是算一个 浸卤这个蛋的这个做法 可以可以可以 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化掉了 来 我们加一点点鸡粉 再加四分之一勺的盐 调味 结束 现在可以关火 我们把这个八角给捞出来 姜片我觉得就不用捞了 就放在这里来 我们把这个倒在我们的这个大碗里 好 这样我们的汁就可以了 这个汁放凉之后 我们把这个鸡蛋去完皮 放凉之后 我们再浸泡 为什么 因为我们这是糖心蛋 就是糖心蛋 我们现在煮的刚刚好 这个是热的 如果要是把这个糖心蛋放里边 它这个里面的蛋黄 是不是就越来越凝结 就不是糖心了 好 这个大概十分钟了 是不是 我们先包一个试一试 感觉一下是不是 很好包这个壳 就是如果要是不好包 就感觉不好包 你看 现在是不是很明显 感觉到就是这个 蛋壳和这个蛋白 这有一个缝隙 看 能感觉到吗 分离了 这个一个是热让冷缩 第二个就是 我们放的那个盐 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就是这个水 沾一下 会更好包这个壳 是不是还有点 听不出来 听不出来 我们先试一下 我们找一个针板 来 我们试一下 但是我有点感觉 这个鸡蛋的蛋黄 好像没有太居中了 无所谓 来 真的是无所谓 就看看是不是糖心 来 一二 走 哇 怎么样 糖心蛋 感觉非常成功 是不是 不错 哇 这个 再往外流 就这个感觉 其实有人说 在煮的糖心蛋之前 要晃一晃 来晃一晃 可能就是让它 这个蛋黄 更加居中 但是我们这个感觉 是不是还可以了 来 来 真的感觉一下 是吧 挺好 好 那我们这个糖心蛋 基本上就成功了 等我们的那个汁量一下 然后我们把这个包完皮的糖心蛋 放进去 然后我们再放进冰箱 要隔夜 让它入味 然后明天早上 我们早餐就可以吃 就是算什么 进卤的糖心蛋了 我先尝一个 就唯一的一个缺点 就感觉这个蛋黄没有太居中 这个可能也有运输过程当中的原因 它一化什么的 这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这个时间点 一定要记住我们的糖心蛋 是非常成功的 尝一下 嗯 美妙 孙老师 是不是想来这个 来给你 快点 别锯着了 来了 好 我们现在把我们的鸡蛋全弄给包皮 马上回来 好 来 孙老师 包完的糖心蛋 来我们这个汁也可以了 这一定要确保它是凉的 已经凉了 来我们把这个放进去 来浸泡 就是这种状态 那我们现在拿保鲜膜给盖上 保鲜膜盖上放进冰箱 至少要隔夜 让它充分的卤筋味 然后明天早上我们就可以吃了 来 好 那我们给它封上 为了让它透气呢 来 我们就是拿一个压签 随意的来几个眼 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今天这个糖心蛋算不算成功 成功了 成功啊 哎 就是自己安慰一下啊 就是成功了 那你学会了吗 学会了 别忘了给你安理人做起来吧 喜欢我们 也别忘了给我们点赞观众 一见三连 这对我们非常非常非常重要 我们明天早上就是吃这个糖心蛋了 你也做起来吧 好 今天就是这样 拜拜 我们明天见 好 来 孙老师 来 我们做的这个糖心蛋啊 卤蛋的这个汁是 峻味独有的啊 来 我们看一眼 哇 能不能成功啊 孙老师 我们试一下啊 看看我们的这个糖心蛋 这个呢 我们是在我们的这个 卤汁里边已经隔夜了啊 我觉得现在应该 应该有三十六个小时了 来 我们看一眼啊 划一刀 一下给它冲下来 看看糖心不糖心 哇 还可以啊 是不是 但是这个糖心 有一点点不足啊 但是已经非常好了 我感觉啊 来 我们现在再来一个 哇 应该煮面了 哇 可以啊 就是靠近这个蛋白的地方 有一点点就是全球的状态 嗯 已经有点像咸蛋黄的那种感觉了 是不是 嗯 已经成这胶质了 嗯 算不算成功 成功了 好 我们今天这是唯一的一次是先出成品 然后我们来分享糖心蛋的方法 1 2 2 3 3 4